我刚刚站在上面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句话 就一直在我的脑筋里面 很荣耀地看到 我们蒙福的那一棵生命树 其实我不知道那一棵生命树 将会成什么样 但是在我的脑筋里面 就有一棵很荣耀的生命树 其实是用好多好多的水瓶 就是recycle的水瓶用的 我就看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水瓶 原来我的生命是被recycle 挂在那一棵生命树上面 就是一个水尊 本来是已经丢在垃圾桶 可以回收卖掉一分钱 可是现在挂在生命树上面 我又看到611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成为那一棵水瓶 都被挂在这一棵生命树的上面 我也想到 彼得当时可能也连那个水瓶都不如 已经丢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 今天耶稣把他挂在圣经 这一棵看到的这一棵 永永远远的生命树上面 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晚上神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I believe tonight the Lord will speak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借着彼得的生命 through the life of Peter 过去的一个西门 就是一个很雪气 飘来飘去 没有主见 不敢承担的生命 他竟然能够有一天挂在那个永生的生命树上面 今天我以前的名字叫Simon 是一个很雪气 很自我忠心的 被太太都想踢出去的那个老公 我在台湾幕会的时候 我是把很多的责任都推给我太太 躲在后面的那一个叫做传道人 碰到很多困难 在工作上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的太太 推在前面的那一个叫做企业的传道人 刚刚我站在那边的时候 神让我看到 她是真的 西门巴耶拿的生命 被翻转成为彼得磐石的时候 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 到今天仍然要跟我们说 你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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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章节是在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要从十三节读到第十九节 Let's read Matthew 13, 16, 13-19 together 耶稣到了海撒利亚 费纳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 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 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 耶利米或是仙之类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熟血肉的 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阴间的权兵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过的约时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主耶稣你的圣灵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用 主耶稣你给我们的信心 来听你的话语 主耶稣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 就是你是彼得 第一个 我们要看到 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我今天要成为彼得 我第一个最重要的事 是要知道 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而不是听人家说的 而不是从好久好久以前 听说的 第一节说 耶稣来到了 该撒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 这群门徒说 你认为人子是谁 他就问门徒说 人说人子是谁 第十四节 他们说 有人说你就是施许耶汉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或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门徒所回答的是 听人家说的 而且他听了好多人说 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 常常是以别人 所经历的耶稣 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当我刚信主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弟兄 因为我很认真的在教会 我很热心 那时候我在做房地产 人家有什么事 我就很认真 在人家去办事 很热心的 帮人家做很多事情 突然间有一个教会 很久的弟兄 从信主二十几年 他就来跟我拍拍肩膀说 Simon啊 不用那么热心 有一天你就会知道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就知道 会像我一样 现在就什么事也不管 这一句话影响了我 好久好久 在我信耶稣的日子 耶稣来到该死 埃撒利亚菲利比 这个地方就是在 加利利的北边 在黑门山路底下 这个地方就是 很多很多 那个文士法利赛人 杀杜该人 那些人 很多争议的那些城市之外 比较外围 耶稣看到所有的门徒 常常被人家 听这个说 听那个说 影响到他 相信耶稣 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门徒跟随耶稣 那么久 他们很多时候的表现 都还不相信 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救主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把门徒 开始慢慢带 走了一些路 就来到了 菲利比 那个 该撒利亚菲利比的 这个地方 也就是 让门徒开始 远离这些环境 不要被这些环境 所影响 才问门徒说 人说 人子是谁 果然不出 耶稣的所料 他们说 你就是要 好像是 以利亚啦 人家说 你就是耶利米啦 也就是 可能就是 一个先知而已啦 当然没错 这一些 他们所说的人 都是神 所大大使用的仆人 神的灵 也很大的 在他们身上 来彰显出来 他们也很热心的 在传达 天国 给人的 祝福跟信息 可是这些人 都不是救主 不是基督 耶稣要讲的就是 只有耶稣 就是救主 耶稣才是基督 所以第二个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要自己 与神 有连结 请我们一起来读 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说 我是谁 耶稣问门徒说 不要再听别人说 你们说 我是谁 耶稣要听到你 第一个 第一手的 你自己 对耶稣基督 对你信仰的认识 耶稣 wants to know your personal knowledge of your faith of Jesus 西门彼得 回答说 西门彼得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今天我所要讲 让弟兄姐妹明白 神也今天要跟我们说 耶稣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想这个时候 神应该是很 听到西门彼得这样讲 他一定会觉得 哇 西门这句话 让我的心觉得 哇 你讲对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约 你是有福的 西门的名字的原文 就是西门 就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 当雅各的老婆 利亚生西门的时候 她说 神听见了我的苦情 所以西门的意思 就是听见的意思 彼得的名字 有一个属性 就是他很容易听见 当他的生命里面 是西门的时候 他真的有听到 很多很多的声音 可是他很血气的时候 他很容易 东听西听的 听到很多 不是从神来的声音 但在这个时候 不一样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 从天上来的 有一个声音说 耶稣基督 夫子啊 你是彼得 你不是 你是基督 耶稣就说 西门八月 你是有福的 当我们真的跟神 要有连结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透过人 说什么 你的信仰到底是真是假 或是人家 过去生命的 见证而已 我们要亲自的 经历神 在2003年的时候 我曾动过了 一次的手术 那时候我的大肠 因为晚上 不小心吃了 很多的西瓜 结果人家说 晚上睡觉之前 吃了西瓜的话 半夜你会有一些作用 我们台湾话是这样讲 结果到那天晚上 我的肚子就脏起来 我不知不知道 是西瓜里面有细菌 还是我的肚子就脏起来 然后就非常的绞痛 第二天我也不理他 我还跑到 带那个青少年 去山上 去做一个营会 Camp 到了中午 我冒冷汗 整个人都 根本都站不起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 才被人家送到医院去 第二天早上 我就已经被开刀了 结果开刀以后 他打那个麻痹 我过敏了 那个是一个麻痹 结果我过敏的现象 是一直吐 一直吐 一直吐 吐不停 那个医生给我打 那个止吐的药 用最强的都没办法 结果我的呼吸 都已经很急促了 我知道快要不行了 那个时候还在半夜 我只好自己一个人 那时候呼求 人家说呼求神 我就 主啊 我就说 主啊 其实我眼睛是闭起来 但是看到一个光 很强的从我的头上 这样照下来 我的肚子就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很奇怪的力量 就咕噜咕噜咕噜 就开始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这样子 那个止痛要最强的 都没有效 但是我在那一刻 我竟然开始 我感觉 我好像没有那么反胃 我不会吐了 在那一刻开始 我的生命被救回来了 在那一刻开始 我知道 我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 我知道他真的是 能够医治人 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手里 所以我亲自经历到说 哇 神是这么好 我跟他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我知道耶稣是真的 当西门彼得说 你是基督的时候 耶稣跟他说 西门巴耶纳 你是有福的 这个时候 神所叫他的名字 是西门 你是约拿的儿子 西门 你是约拿的儿子 是属肉体 还是血气的 但是你听到了 从天上来的启示 耶稣就跟他说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启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来 启示你的 如果要认识耶稣是基督 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从天上的父来的声音 就是从天上的父来的声音 透过圣灵 在我们的耳朵 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感动出来的 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 耶稣告诉我们说 这是天父来启示彼得的 除了这个声音之外 所有的门徒 所有当时宗教学的权威 对那个法利赛人 或杀杜该人 他们都不能够看出来 原来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只是在他们宗教的 那种非常高尚的律法里面 去评断这一位耶稣 他想要等待弥赛亚 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出 在我身边 这一个耶稣就是基督 弟兄姐妹 彼得被圣灵 开始引导到 听到天父的声音的时候 他可以认出 原来我跟随的夫子 就是基督 彼得同样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遗夫 他也是一个很雪器 跟随的门徒 唯一的差别就是 他谦卑下来 他是可以听的 可是他现在不是 跟那些门徒 东听西听 来听那些别人讲的声音 他的生命就被耶稣说 你是彼得 你是彼得 你是有福的 当我自己的生命 过去我在信主 从1997年 信主到现在 我一直都用 自己很多的 自己的观念 来判定 我所相信的 这位主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 要勤做主公 要认真 结果都在做事公 我觉得我为了 不让我以前的 那个牧师失望 我就很努力了 他叫我做什么 我都去 他自己有很多的 那些 就是 反正他一出命令 我一定出动 但是回来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 我又不敢讲 那很累的时候 不敢讲 其实心里面是有 不舒服 是有埋怨的 那就这种 重复的迹象 都在我的心 就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服事到后来 根本都没有喜乐 去到教会 都觉得基督徒 要去教会 连在服事 那时候做区长 我都觉得 去教会都没有喜乐 但是又很假装的 当我在跟 自己的那些 小主员讲话 的时候都说 耶稣基督说 喜乐就是良药 你一定要喜乐 你知道这个情形吗 自己内心 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讲出来的 那个话那么假 讲出来 自己心都虚 过去我是这样的 一个传道人 我不会处理关系 我很会反正应付应付 反正服事就这样 过去就算 反正有时候太太 她很灵敏 她马上知道说 你要打电话 给这个弟兄 我就说 人家不用空 我就说人家没有空 不是我不想打 那时候都很理所当然的 用自己的心 来这样子逃避 彼得的生命改变了 从西门改变成为彼得 第二个点 第二大点 我要跟各位讲的说 要真知道教会 要建造在基督里 地上的所有教会 都是耶稣所建造的 在耶稣基督里 才是耶稣所要建造的教会 请我们一起来看 第十七节到后面 耶稣对西门巴耶拿说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你的 讲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耶稣要讲出 两件他要在彼得身上 所做的事情 接着耶稣说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这一句话 在现在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是神的宣告 以前读的时候 只是圣经的一句话说 你是彼得 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听到这一句话 我就知道说 神在跟我说话 是一个宣告 有两个我要 耶稣说 我要在彼得的身上 做这两件事 我要把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 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原来彼得 这生命被神 重新建造起来之后 他是可以依靠耶稣基督 去捆绑一些仇敌恶者 以前彼得是一个 很会躲很会讨的人 他的生命很需要 耶稣基督的喂养 现在他已经知道 耶稣是基督了 耶稣先告诉彼得 我要在你身上建立 你生命里面 可以起来喂养别人 弟兄姐妹 我所要讲的 就是我自己的生命 跟我们大家一起的生命 是一样的 彼得这个时候 是不是永远就天下太平 他就永远的刚强 没有 神要讲的是 你要依靠我 要依靠我 而不是你自己的 那种想法的时候 后来彼得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生命还是没有改变 他仍然带头 去捕鱼 有没有 不是信了耶稣 不是偶尔 或者是我们很会领受 听到神的声音 很感动 很多神迹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立刻 立刻就 永永远远的刚强 我们是一个 神所卷选的门徒 我们教会也是 神所建立的 一个充满 圣灵同在的教会 当我看到说 当一个611的牧者 最重要要做的 几件事的时候 我心里更明白说 牧师师母带领整个教会 是跟随圣灵的教会 是鼓励的所有的 我们能够代表 611能够做小组长也好 能够为主来 喂养 那个群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是要在祈祷 要传道 要传天国 要医病赶鬼 是要能够 牧养门徒 要起来能够 建立团队 而不是自己 要起来领导 整个团队 跟随圣灵 那以上所讲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依靠 在耶稣基督 是磐石的上面 所以耶稣第一个 跟彼得讲了说 我要把教会 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 磐石就是 一个很坚固 很坚固 一个大石头 就是磐石 磐石就是基督 耶稣基督 就是磐石 整个教会 就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的上面 耶稣还跟彼得 启示的就是说 彼得 你如果生命里面 能够 持续地 依靠神 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 依靠 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里面 来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教会就好像 一个一个 像你这样的人 在里面被生出来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可以依靠主 释放一切被挟制的人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有能力 主耶和华的灵 在彼得的身上的时候 神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天国的钥匙 就是传福音的大能 把一个外邦人 领到耶稣基督里 让他生命能够改变 把一个生命 很贫穷 很破碎的 一个人 一个弟兄 或一个姊妹 把他领到 认识耶稣 让他相信耶稣 生命被改变 也许是把一个弟兄 他正好面临 他婚姻的困难的时候 却有人把他 带到教会来 把这个天国的key 使他经历 相信耶稣 彼得以前是一个 遗夫的时候 他的生命 是需要被拯救 被牧养 当他的生命 被坚固起来以后 他的生命 就可以起来承担 在这里 我想到以前 一个例子 以前的教会里面 有一个弟兄 是刚刚从监狱 是一个杀人犯 被放出来的 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吸毒犯 来到教会的时候 还会躲在教会 外面的走廊 抽烟 然后还会吃檳榔 所有的会友 看到他都会觉得 哇 怎么教会 有这种人 他就一直躲着他 他那时候 那种眼神 跟态度 刚刚放出来 哇 很威武啊 很可怕 人家常常 都来跟我讲说 能不能叫那种人 好像坐后面一点 还是不要走在那边 这个意思 那时候我被他这样一问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他 但是我就下定决心说 我能不能来帮助 这个弟兄 我开始陪伴他 然后跟他一起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 叫他来教会 一起祷告的时候 在他的身上 他就趴在地上 好像蛇一样 这样子 那个蛇行 他把那个 以前吃下去的 那个吸毒也好 那个吃檳榔 吐出来的东西 好像血 都红红的东西 一直吐出来 你知道在那一刻的之后 这个弟兄跟我讲说 我从今以后 不吃檳榔了 我从今以后 我就不再抽烟了 我的衣服 也要换整齐一点 来教会 他的生命被释放了 他也跟我说 我要去找工作 后来他两个女儿 都给他带来信耶稣了 哈利路亚 看到他的生命 真的是可以被释放的 透过我们的生命 依靠着耶稣基督 可以去帮助别人 得着这种恶责 在他身上的释放 彼得以前是一个 没有信心的人 当他的生命 被神改变以后 提升起来以后 他在初代的教会 一讲见证 他可以勇敢地站起来 不怕人家再骂 本来是一个 很胆小 很怕事 很怕人的人 当他能够站起来 讲道的时候 三千人就信主了 当耶稣基督 在科西玛林眼 祷告的时候 彼得跟着大家一样 也是睡着了 耶稣就觉得 这些人都不会警醒 都不警醒 我们看到后来彼得 在彼得前书的时候 说万物的结局尽了 我们都要 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一个不祷告 软弱祷告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当他生命被翻转以后 他能够说 要谨慎祷告 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过去是一个 很多的贫穷感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常常说 看到老婆 买菜我都会在后面盯着 到底有没有浪费钱 我就担心她买太多 担心她买太多 放在冰箱里面会烂掉 我眼睛盯着跟脑筋 所想的都是钱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生活是可以的 可是我是一个 充满贫穷概念的人 我也是一个 受过伤的人 我没有被医治 小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家里面 好像人家隔壁的人 家里很有钱 吃了很好的东西 我很喜欢去看 人家家里吃饭 哇 就很好奇 人家家里 怎么那么多东西吃 我记得有一次 她的那个家里面的 一个大的 比我大很多的人 就赶我出去 不要在她家里 我觉得回到家 又被妈妈打一顿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好像让我觉得心里面 也觉得蛮受伤的 当我在幕会的时候 我对于很多很多的委屈 我都不敢讲出来 我都用我自己的 觉得很刚强的 那种外表的力量 去撑着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 在这一方面被医治 我也是一个 在情欲上 被挟制的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人 所以以至于到最后 当我跟太太有冲突 我们的意见 要沟通的时候 我就讲很多的理由 比如说她不尊重我 以至于我就去外面 向别的女人 把心敞开 这一些都是我生命的问题 就好像彼得一样 是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自卑 而且我还非常的 骄傲的自我中心 因为过度的自卑 我只好用表面的那种怒气 那种骄傲 来掩饰我内心的自卑 我碰到事情的时候 一逃避还很多的理由 所以以前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我到一个程度 我就停在那里了 我怎么样停在那里 第一个 我很多 连我自己都没有学习过的 比如说讲道 我那时候哪有懂得说 什么叫做试经讲道 虽然现在也还不太懂 但是我会努力的学习 其实这几天 都没有睡好 给你们透露 其实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因为要上这个讲台 一定没睡好的 我从在台湾碰到牧师的时候 我就一直问 那怎么办怎么办 其实牧师已经都讲了 回家还是想不通 我也找建设牧师帮忙 帮忙帮忙 哇 到最后建设牧师 啊 没办法 这是西门彼得的软弱 但是我们愿意学习 我们愿意敞开来面对 我再也不要逃避了 我不要像以前一样 不会还装着会 我不要像以前一样 明明很自私 我还觉得说 好像我很开放 我对大家很好 我很感谢主 当我来到611之后 在我的生命当中 就好像那一个水尊 被丢在没有人要的地方 重新被洗干净 又挂在生命树上 洗的过程 真的是很兴奋 你们知道吗 我的生命是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被洗干净 不是洗一次就干净了 要一次再一次地洗 在牧师师母 他们真的不愿其反地 在我的身上下了 很多的爱心 跟很多的耐心 我看到我生命 有盼望 我看到一个曾经 是很自我 很自私的西门 飘来飘去的西门 今天有盼望 真的是可以 站立起来做磐石 不是只有我是磐石 请你跟旁边的说 你是彼得 不要明天 大家的名字都改成彼得 你还是照你的名字 OK 我们的生命 可以变成彼得 可以承接 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当中的命定 可以使我们的生命 可以起来 当我在了夫妻 被医治过之后 我生命当中 那个错误扭曲的 对于情欲的 那个观念 也被调整 在夫妻当中 在性方面 在情欲方面 应该要尊重妻子 尊重我的婚姻的 那个观念 大大的被建立起来 在医治营里面 我的生命 以前的那些受伤 以前的那些扭曲的 那些贫穷感 都一个一个的 被释放 被赶出去了 在最后做生切的时候 我的生命当中 一个连结很深很深的 以前吃下去的 那个黑色的符咒 竟然也能够 从我的身上 这样飘 一下子 被冲出去 感谢主 我们都可以 起来被神使用 我们都可以 因着我们的生命 愿意在 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起来 被神使用 在611的爱里面 在611的 意向的核心价值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盼望 感谢赞美主 我要奉耶稣的名 祝福大家 都可以起来成为彼得 都可以起来成为 被神大大使用 生命树上的那一个水尊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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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 Peter Well thank you Peter 她很摆上 She have put up a lot to prepare for this sermon 我也觉得 她很能够 摸到圣经 就是在讲解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第十八节 蛮重要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它 And I tell you that You are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 你是 耶稣对他 对西门说 你是彼得 Jesus told Simon Peter You are Peter 彼得意思就是 小磐石 小石头 Peter is the little stone 你是这个小石头 You are the little stone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磐石就是 大石头上 And I will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This is a big piece of rock 你是小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大石头上 You are the little stone But I'm going to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小石头呢 就是可以扔出去的 The little stone that you can throw it out 大石头呢 就是磐石 就是没有办法动摇的 The rock is unshakable 我们在这段圣经的时候 在传统上 我们都会讲 这个磐石是什么 When we try to expand on these words We will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is rock means referred to Many commentaries Many commentaries will say that the rock referred to Peter No Peter's confession It's referred to Peter's confession 他的 confession 他的任性呢 就是耶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Peter's confession is He told Jesus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所以解经上呢 就是用彼得 对耶稣的认识 这个事实呢 他就说 这是磐石 That's why the commentary says That rock referring to Peter's confession 这个磐石呢 就是指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 So the rock refers to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所以这个磐石是象征耶稣 So the rock symbolizes Jesus 他是神 He's God 他是神的儿子 He's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他是基督 他是救赎主 He's the Savior 这是彼得的任性 And that's Peter's confession 这个任性呢 就成为一个的磐石 That becomes the rock 这是我们在传统学者们 对这个的解释 This is most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will explain like this 但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But under the light of the Holy Spirit 我要把这个确信呢 把它往前推一步 And I want to push this confession a little bit further 没有错 这个磐石是指耶稣 It is true The rock refers to Jesus 耶稣就是这个磐石 Jesus is the rock 他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He i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He came to save the world 现在耶稣呢 他就是已经在地上 有三年的时间 剩下半年的时间 他要走上耶路撒冷 Now Jesus had been on the earth for the ministry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Now he is on his way to the cavalry 从该撒利亚 菲利比这个高处 这个高点开始呢 往下走 然后呢 就要到耶路撒冷去 要走半年的时间 And it takes him half a year to walk towards Jerusalem And there will be the time for Passover And there will be the time for Passover And there will be the time for Passover And he will die in Calvary 成就神的命 And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God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问彼得说 人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That was the time he asked Peter Who do you say I am 感谢主彼得了 他知道他是基督 Well thank God Peter said you are Christ So耶稣就对他讲 我就是这个磐石 And Jesus told him I am the rock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I want to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这是我们传统里面的解法 This is the explan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will But now we want to go deeper 就是呢 彼得他是这个小石头 Peter is the little stone 过去他可以成为神的兵器 He will become the weapon For Jesus for the Lord 大卫用来打哥利亚 King David used the little stone to strike down to strike down Goriah 那这个石头呢 要变成一个大磐石 To become a big rock 然后耶稣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And Jesus said I want to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这个磐石是基督 This rock is Jesus 这个磐石 也是彼得 改变之后的磐石 This is also the Peter The Peter that After his transformation So I今天在这里 要对 Simon来讲 So that's why today I want to say to Simon You are Peter You are Peter You不单单是彼得 No only you are Peter In耶稣的缘故 Because of Jesus In你认识耶稣 是基督的缘故 Because of your confession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Gi-Tus 给你一个命定 And Jesus gave you a testimony You are Peter You这个彼得 要成为磐石 This Peter will become The big rock I want to build my church 在这个磐石上 And I will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在你改变之后 After you are transformed The church is built upon you 611的权柄 611的意乡 要在这个教会里面 被活出来 The authority and the vision of 611 will be Lift out in this church 这样的讲解 不单对Simon Peter 也对我们每一个 So not only I say this to Simon Peter I'm saying that to every one of us 或许现在 你还是西门 Well in your past You were the Simon 雪器的西门 The Simon in the flesh 天然人的西门 In his kernel mind 就是走在雪器里面 就是walking his kernel mind 喜欢做大的 Wants to be big 喜欢常常乱讲话的 And always talk nonsense 喜欢随时就动刀的 And will be ready Just take up the sword 但是 当你跟随耶稣 But when you follow Jesus 你会变成彼得 You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Peter 有改变 That will be changed That's the apostle Peter 你会跟着耶稣 You will follow Jesus 但是你会常常跌倒 You will follow Jesus Like Peter Then you will fall You will stumble 有些时候 甚至耶稣对你说 Satam退我后边去吧 Sometimes you will hear that Jesus say to you Satam go back 你的生命过去 是不稳的 Your life is shakeable It is not stable You are no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Jesus And that could be Your current situation 但是只要 你从神领受 更深的启示 As long as you receive Deeper revelation from Jesus You真的知道 耶稣是复活主 Then you know God is the God that resurrects You know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Because of your knowledge of God You will change 我们跟神的互动 往往是这样 That's how we interact 很像在这里 耶稣跟彼得的互动 也是这样 当彼得认识 他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的时候 When you confess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耶稣就说 你是彼得 你是盘主 Then Jesus told him You are the Peter You are the wrong When we understood He is our Savior We believe in Him That we are saved We believe in Him 当彼得对耶稣有这种任性 So when Peter have that confession 他就改变了 That he's changed So when you were still You are the little stone The little stone of Peter And they always stumble But when we receive The revelation of God And we understood Who Jesus is Because of this knowledge And confession You just成为 Confession里面的一个角色 Then you become the role In this confession You不单是神的儿子 Not only you are The child of God Because you know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You are the child of God And He is the Savior You are the one who gets saved And you know He is the highest authority You just从耶稣 得到这个最高的权柄 Then you receive that authority From Him And Jesus will build His church Upon you this rock We're the one who gets saved And every one of us Want to become a slave leader Then the power of the Hades Can not overcome you Fan you所释放的 What ever you lose There will be lost in heaven Amen Amen 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And God will use you mightily You认识神有多少 How much you know God You的生命就改变多少 The how much your life is changed At this point we saw Simon becomes Peter 不但他叫做彼得 他要成为大磐石 Not only he is Peter He became the rock 因为他对耶稣的真认识 Because he truly know Who Jesus is Amen Amen 让今天晚上 求主给你信心 And let God give you the faith 敞开你的灵 Open your spirit 拥抱我们的耶稣 Embrace our Jesus 你对祂认识是什么呢 And who do you say that he is 你就相对是什么 Then who you are You will become Amen Amen 神的心意 要你起来 牧养群羊 The will of God Is to raise you up To become the shepherd For these years 耶稣所成就的救赎 要透过我们的牧养 成就出来 And the salvation of Jesus Will be fulfilled Because of our discipleship 耶稣对彼得说 我要把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Jesus told Peter I will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耶稣有对你说 And Jesus is telling you today 我要把很多小组 圆 很多门徒 带领到你的身边 I will bring a lot of sheep A lot of disciples to you 你要建造他们 And you're going to build them up You're going to build them up You're going to build them up And the power of the Hades Can not overcome them 因为这是从神来来的 And that's the word from God Amen Amen 我们会同几例 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Let's all worship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敞开我们的灵 When we worship We open our spirit 让圣灵对你来说 Let the Holy Spirit speak to you 假如你信心不够的 你向神求信心 If you lack a faith Then you ask for faith 假如你已经是小组长 那里 求主给你更大的信心 If you already a sound leader Ask God for the greater faith 求主对我们来启示 May God give us the revelation of who he is 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It will always be You've always been you You've always been you Jesus Let's sing it to Jesus 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Jesus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我们认识你 We know you 我们是万有之主 He owns all things 我们还会平凡吗 We are not ordinary people 我们还会有不足够吗 In you we lack nothing Nothing in this world will do Jesus you're the center of it all Jesus you are the center of it all 我们对准你 And we focus on you You are the Lord of life We receive life from you Jesus you is the center of it all Jesus you is the center of your church 主啊 我们敬拜你 Lore we worship we worship you Jesus is the center of your church 主啊 开启我们的心灵 Open the spirit Lord 让我们从你得着信心 So no we see faith from you we confess you Jesus 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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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受从主而来的印象 领受磐石 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领受牧养的信心 我们进入灵里的祷告 从圣灵支取这个信心的印象 领受神给你的启示 开启你的信心 对主有真正的认识 认识 who Jesus is 认识 who Jesus is 这位呢 祝祝你 自 我们把双手举起来 Let's raise up our hands 聖灵彼此触摸 Cymon要变成彼得 Simon has changed to be Peter 彼得要变成磐石 求你现在就工作 改变我们 提升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得着伤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你 主啊 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你都来供应 谢谢你接纳我们的软弱 很像你接纳彼得一样 谢谢你没有撇弃我们 we thank you you did not give up on us 仍然继续给我们恩质 you continue to give us faith 就好像给彼得一样 我们爱你 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愿意跟随你